不容易 也许相亲相爱不可依 表妹梁玉盈获得第十一季 中国好声音总冠军 2022好声音总决赛播出之后 有网友注意到 总冠军梁玉盈的微博主页 更新了不少信息 可以看到 她现在有一个经纪人 说明现在的梁玉盈 已经不是素人了 而是一个有经纪公司的艺人 算是正式进入乐坛 信心的网友还发现 梁玉盈的经纪人田先生 就是黄霄玲的经纪人 电话也是一样的 由此可见 梁玉盈现在跟黄霄玲 是同一家公司的同事 也就是好声音背后的梦想强音 看来想要成为好声音总冠军 似乎只有签约梦想强音 梁玉盈也不例外 明月没拥抱 说你可到我 任由你来去自在我身体 仍爱无 应没拥抱 说你能够终我 任由你来去自在我身体 仍爱无 一样碰到 他被我喝 不过在梁玉盈前面的实际总冠军中 有一个例外 那就是第九季的总冠军 单一纯 单一纯夺冠之后 没有签约梦想强音 而是签约了一家名气不大的小公司 叫百慕娱乐 当时很多网友不理解 凭什么单一纯不签约梦想强音 还能夺冠呢 要知道 就连节目史上最成功的总冠军 张碧晨 当年也是在签约梦想强音的情况下 才能夺冠 单一纯难道就这么大的能耐吗 还别说 真是因为单一纯有能耐 现在回头看 我们大概知道 当初单一纯 为什么在没有签约百慕娱乐的情况下 还能夺冠 那是因为第九季 节目的口碑跌到谷底 又恰好出现了单一纯那样的现象级血缘 让第九季的节目如此灰复燃 观众们看到了希望 在这种情况下 第十季和第十一季才能顺利举办 当时节目组不可能让单一纯以外的任何一个学员夺冠 因为那等于自毁前途 为了让节目继续举办下去 节目组不得不让单一纯夺冠 即便她不签约梦想强音 当然我们也知道 单一纯之所以签约百慕娱乐 肯定是她的导师李健在背后牵线搭桥 从现在 单一纯的发展来看 她签约百慕娱乐是正确的选择 正是因为百慕娱乐是小公司 没有几个大牌艺人 单一纯才能成为重点包装的对象 从她这两年参加的综艺节目就能看出来 好资源基本都给她了 可以想象 如果当初单一纯签约梦想强音 且不说一定发展不起来 但绝对不会这么快 因为梦想强音太多艺人了 根本就照顾不到她 而现在梁玉莹签约了梦想强音 网友们想知道她能发展起来吗 说实话非常困难 本来第十一季就没什么水花 也没有特别突出的学员 梁玉莹在众多学院中 只能算是稍微突出的 远远算不上一季绝成的存在 跟第十季的五颗月相比 尚且存在一定差距 更不用说跟单一纯相比了 五颗月夺冠一年 现在处于不温不火的状态 那么梁玉莹又能好到哪去呢 当然现在下结论为时尚早 起码要到两年之后 才能看到梁玉莹的发展趋势 就说五颗月夺冠才一年 虽然一株处于不温不火的状态 最后一点也是最重要的一点 梁玉莹和五颗月一样 都是李克勤的学员 但是两人和单一纯不同 梁玉莹和五颗月 都与灿星签了协议 而单一纯没有 她听从了李健的建议 签了百目 走出了属于自己的音乐路 另外 李克勤参与录制的 声声不息 没有看到五颗月 反而却是在这个舞台上 看到了单一纯 虽然李克勤如今 在内地影响力越来越高 但是单从资源来看 还是比较一般的 至少五颗月目前 并没有走导师的人脉 获得太多资源 而梁玉莹恐怕未来也是如此 无论是OST还是综艺资源 竞争都是非常激烈的 梁玉莹想要突破重围 仅仅依靠灿星 恐怕是远远不够的 新的一个月 梁玉莹的数据 目前处于一个 平稳下降的状态 短期内没有跟进 提高曝光 稳定起手粉丝 那么之后的数据 只会越来越差 宁愿没拥抱到你 可到我任由你来去 自在我身体仍爱慕 如若碰到他被我吓 只望停在远处 祝君安好 谁不可真好 世事 不可真好 你才会越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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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越爱 在我身体仍爱慕 如若碰到 坦卑我可 当我一个人缘爱都可以尽弃